嗨 我是Amy 嗨 我是莉 我們是阿米安德里 今天要講什麼呢 今天要講為什麼阿米安德里要留在日本 好 那為什麼咧 一開始呢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來好了 哦 好 因為我們在國中的時候就認識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哈日子 國二 就是很熱愛日本的一群年輕人的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就是會 真的好快樂 對啊 會來買很多東西 我是國中三年級就開始學日文 大一就已經日減了 一級了 我後來就交換 然後去了東來大一 所以其實我哥是在美國的 然後我爸媽也還蠻希望我們去美國的 可是 就不太想去 不想要跟我哥去同一個地方 而且美國那麼貴 決定要來這裡留學大概就是這樣 就喜歡 而且有講學信可以用 家裡就不會反對所以就來了 你呢 一開始是交換學生 我那時候就覺得 美國 很無聊 就想說來考一下日本的交換學生 日文系的人大概就覺得 奇怪怎麼會有個外系 突然衝進來 然後當然交換學生就很開心 但我覺得我超級私人的 我那時候就交了一個法國女朋友 他們大學畢業要inter 然後他那時候就找一個日本人 他就在一個雜誌inter 然後我就想說 你要怎麼找他 對 如果有團聚的話 我就只好直接念研究所 然後我覺得我爸媽比較奇怪的就是 我爸媽都不會管我 就是我要幹嘛 他就說好 我弟也留美了 我弟就覺得 他也花了爸媽滿多錢 可是我自己就覺得 我根本就沒 日本還好 對啊 日本真的很還好 學費真的還好 對啊 就是我覺得幾乎是等於你的 第一個月清潤就cover掉你的學費 那個程度 就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差不多了 上了研究所 然後就開始想說 啊就是試一下 你都已經來這邊留學 你當然要在那邊找工作 不然 枉費你的 就是言語的 都已經來了 對啊 所以就找工作 然後就找到 就這樣子待下來 我覺得我骨子裡 非常的 反骨 就是我覺得 大家都走一樣路 好無聊喔 我也是 我覺得如果你跟大家 在同一條線上 就很容易要互相比較 欸你是Google 我是Apple 然後日本就剛好是一個 大家都不要來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 欸很好啊 對 所以就留下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除了我們以外呢 好 還有多少的人 其實我身邊很多 不只是台灣人 就是其他的國家的人 我就會問 那你為什麼當初會來 真的是百分之 大概七八十人都跟我說 因為很喜歡這本動漫 對啊 然後就來了 然後他們就留下來了耶 是不是很神奇 可是畢竟到其他國家 你還是要就是 付出一些額外的力 才可以得到最新的一手消息 他們蠻有道理的啊 對啊 他們有道理的 其實動漫 我覺得跟我們有點像 就是喜歡我們畫 對 我們其實也是喜歡他整體的 那個流行文化 特別是音樂現在很不錯啊 喔 對啦 對啊 然後這句 也不插住 你們有在看 世界各國的流行 還是就是韓國現在比較發財 就是你在偶像跟什麼彩妝啊 對 那一塊是沒錯 可是比如說衣服好了 我還是喜歡日本的衣服 放眼全球 因為我已經在各大 主要城市 然後大碼一通 大碼一通 我還是覺得日本是最好買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人來日本留學 還蠻少的 這是2022年 2022年大概只有23萬人 超少的 全世界來的我只有23萬人的學生 對啊 每年欸 其實很少欸 美國的話大概是90萬人 對 而且其實裡面亞洲學生 佔七成 亞洲人真的很愛留學 你看競爭多激烈 對啊 對啊 你們 你們真的不要再闖破所村那邊了 在日本其實也是啊 就留學生裡面最多的就是中華大 可是我覺得這個比較明顯的事 畢竟很近啊 對啊 其實台灣我本來有很多 但還好欸 台灣其實留日是真的不多 五千多人很少欸 很少啊 那這個就是全部都加起來 就是大學研究所啊 然後還有 專門 專校 跟日本語學校 然後日本語學校 其實很多念完之後是去念大學 我知道啊 就是這樣啊 很多中文是 因為他不是考研究所 他是考大學 所以他需要比較好的日文程度 所以他可能能先學一點日文 然後直接在這邊一邊準備考聯考 就所謂的聯考 然後一邊準備學日文 然後他們就這樣直接考進大學 其實我也是覺得蠻厲害的 很厲害 因為他們其實大學比較難考 就是研究所很好考 研究所不廢吹灰之力 真的是 如果你是本科畢業 然後再稍微 硬補一些日文的turn 日常的 我就看到你的胸部欸怎麼辦 他就是 沒關係啊 造福大家 對啊 造福我 造福大眾 啊 造福大眾啊 畢業以後的出路 你覺得有多少人留下來 我以為大概五成 我也以為大概五成 我以為大概五成 但竟然到七成多 快要八成了欸 比例上來說呢 其實 就留在日本就業大概有三成 喔 才三成喔 沒有 然後大概有25%留下來 繼續升學 不知道這兩個家 可能就已經超過五成了 所以就已經一半了 然後再加上就是大概兩成的 一些其他的因素 我想可能就是結婚啊 或者是就是 家人接過來啊 喔 所以留學生 其實很多會繼續留在日本 好多喔 還蠻多的欸 對啊 所以其實 這國家沒有想像說 那麼可怕 我們是應該要看說 那些人最後到底留了幾年 因為我們是一個 我們留滿久 就有人是斷而歸啊 那為什麼要留在日本呢 就是其實 我們也訪問了一些周圍的朋友 還有網上其實有一些就是 分享的東西 然後大概是可以歸為兩大理由 再加上加一吧 兩大理由的話 一個當然就是職場的待遇 我記得我們之前有說過 薪水相關的事情嗎 但這裡說的職場待遇 並不是說薪資本身的高低 因為你如果要比總量的話 其實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啊美國高的可以當很高很高啊 美國起心就一下就 對啊 對然後有一些歐洲可能也是 因為他生活水平比較高嘛 就是他整體的花比比較高 他可能就更高 他英國其實也 英國也蠻高 對 但是其實我們這邊講的待遇是說 你相對來說就是 一個是你當然比在台灣高興 因為台灣的工作環境 對台灣很難 除非你是台積電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福利其實有差別 對福利真的蠻有差的 就是只要是大公司 基本上一開始房租都會貼你嘛 對 或者是他一定會有 交交費 交交費也會補 比如說美國的話 他們的紅利不都要交涉 然後個人不同 但其實日本的保底 就是他一定會有一個保底 大部分的大公司其實 就都是還是會給到一個一定長度的紅利 年齡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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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真的是比台灣好很多 超級好很多 然後休假也是 大家可能會 以為說日本是都沒有休假 沒有沒有 日本休假很多 只是大概不放假 對 這樣很多只他們不用 對 我就用超早的 他一直被稱讚 因為他們都不用 Lisa你為什麼都這麼會放假 我想說 他會一直 就是有來check說 你有沒有把最低的假放 沒錯沒錯 因為現在 沒有沒有 現在那個中小企業啊 像我們公司就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如果你有一個人 如果沒休五天以上的假 你就要被罰行吃幾萬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頂一個 一直在逼 所以趕快逛一下 五天啊 五天我一個禮拜休完了啊 對啊 超白癡的 我們這集真的是很推廣日本 我們明明就是 嘴了日本那麼多年 現在終於來真心推廣 對 如果沒有服貼房租 他會給你宿舍 對啊 然後宿舍當然就是 又很便宜 通常是 比如說銀行嘛 他心水可能不高 他就會給你宿舍 就是他絕對會讓你活下去就對了 只要你是真社員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大家沒有強標 但是這在日本來說 為什麼我們老屁股長一待待很久 就是因為他不會解固你 對 可是他怎麼爛 他還不會解固你 然後他的心水又是很穩定的 就是像我們的話 我們是每年增長 嗯 然後你不管怎麼爛 你都每年增長 你們真的是很傳統 你們真的是很傳統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一百一十年啦 因為我們一百一十年啦 而且你知道一百一十年屹立不搖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有 他的一些道理在啦 成功的秘訣 對 反正但是就真的是 年齡 你那個年齡你就那個 你那個假 你沒有什麼理由離開這裡啊 對 這個職場待遇真的是 你只要是 尤其是你當然要進到就是 稍微好一點 你不要進黑心企業就 對 像他雖然說他們公司是中小企業 但是是有名的 對 有名的中小企業 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對 就是不能夠 如果你真的是去那種 就是非常新創 可能就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然後日本的正社員 跟所謂的契約社員 還有 freelancer都 超多 而且就是就算你是自己創業 然後做得很好 好了 你還帶到款 對 真的是帶到款 所以我們常做的就是 在大公司先把款帶一帶 然後再移開 都這樣 薪資待遇 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結構 競爭強度相比人員 真的是比較安逸 放眼世界很難找到這樣子一個 這麼的安穩 對 這麼的安逸的 真的是很安穩 所以就覺得 真的是沒什麼理由 對 對啊 就覺得很不錯 而且職場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對於我們這種外國人來說 其實有很大的優勢 沒錯 而且這個其實是我問了周圍的人 很多都有這種問題 大家都這樣覺得 大家都這樣覺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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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